方兆玉莲在奥克兰中国城长大 在美国出生的她 个性开朗好动十足的美式作风 不过家里的陈设却很中国 橱柜里珍藏了许多母亲的遗物 有不少还是父母亲结婚时收到的礼物 她的母亲来自中国广东新会 1928年就带着这个行李箱坐船到美国 过程相当戏剧化 她是个社交室的�宾 并且舍得到她的扬价 但是 kl明时时时日录为派出去 江南出去了 而我和她一起去 她的业舍是被警察家人被人命 Bond 而這就是我从前对相信 他在山下可能之一 然后他们人命令 所以我母亲 把她的位置 来到美国 方赵玉莲的母亲叫林云开 18岁那年代替姐姐来美结婚 虽然姐姐后来获释 却再也没有机会出国 不过林云开这趟赴美结婚 却充满惊险 因为她用的是未来丈夫 帮她买的假文件 以20岁的赵好这个身份 跟随假镇上的家庭 坐船到美国 如何通过移民官的审核 成为旅途中的功课 靠着假身份与串通好的故事 林云开通过移民官严苛的审核 在天使岛待了一个月左右 便入境美国 1849年加州滔金热之前 在美国的华人只有50人 淘金热发烧后 华人移民越来越多 超过2到3万 许多来自中国 尤其是广东的移民 因为家乡的日子太苦 纷纷到美国寻找机会 多数是男性之身来打天下 形成华人社区 男多女少 甚至出现7比1的悬殊比例 也就是7个男性中才有一名女性 到了1882年 排华法案实施 只有极少数身份者可以入境 很多华工的子女或配偶 只好假借商人的子女 配偶或姐妹名义到美国团聚 方兆玉莲就记得 小时候在奥克兰中国城的情况 因为有太多人 想方设法利用假文件到美国 这也就是为什么 美国劳工部 要设天使岛移民居留所 对华人身份进行严苛的审查 不过这些购买假身份来美的华人 终日生活在担忧 被驱逐出境的恐惧中 始终要以假身份示人 联邦参议员范士丹的助理刘绍汉 从来不知道父亲的过去 如果不是他自己 从1970年代投入华裔社区民权运动 他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家庭的历史 刘绍汉的父亲 刘绍汉的父亲刘景权 他说他真的没有记得太多 因为他只有13岁 他知道他必须要成为别人 他有另一个名称 他说他像干方 明明是哥哥 为了合法进入美国 必须仰装成儿子 纸身份的问题让许多华人家庭关系变得混乱 一直到1960年前后 美国政府推出特赦政策 让持甲身份移民的出面坦白 以便恢复真正的身份 不过当年还是有很多人 不敢出面坦白 因为担心会有后遗症影响公民的申请 而独自背负着身份的秘密 没有第一手的答案 刘绍汉经过翻阅家庭文件 并且询问在家乡的长辈 才慢慢知道父亲的移民故事 刘绍汉小时候家里很穷 父亲每个月在微薄的薪水中 还要积一百元回乡 让母亲不能谅解 当年华裔移民 在美国多数从事重度劳力工作 生活十分困苦 方兆玉莲的父亲 是运载农产品的货车司机 每天为附近农场运送蔬菜 父母英文都不好 身为老大的方兆玉莲 从五岁开始就当起家来 移民之路分外艰辛 为了下一代有更好的生活 还是有很多人前仆后继克服万难 希望一元美国梦 刘绍荣就说 他为父亲当年对抗排华法案 感到骄傲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说我父亲破了法案 我愿意为他破了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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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法案是不正确的 它是不正确的 它是只对中国人 它不是正确的 我说法案应该被破了法案 我父亲和几千多人的中国人 他们很聪明的 基本上去抗弃的系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